我上次来内政委员会咨询警大校长陈泽文在担任警政署警务专员的期间 在黑道绰号卢曼的林炳文陪同下 前往现在因洗钱案潜逃海外的郭泽民所开设的松情巴巴的招待所 那这显然不仅是警务风际的问题 甚至还可能是涉及后续警政高层为洗钱案包庇撑腰的疑虑 所以我要先请问陈泽文校长 请问你跟林炳文是怎么认识的 朋友介绍的 好那请问你跟林炳文是怎么 你去过你去过这个松情巴巴你去过几次 那一次去是应该五年多前 那时候他是在澳门经营博弈事业 那我要了解一些事情 所以透过朋友 你去过几次 就这一次 去过一次 好那请问你去那边做什么 就是透过朋友约他谈一些事情 这些话我在针锋处都有说明过的 可能在这边不方便提 你去秦搜吗 那你为什么不先报备呢 依法要事先报备事后报告 你有做事后报告吗 所以你现在在这里胡说八道谁相信呢 不是胡说八道 因为这些事情 你没有事前报备也没有事后报告啊 因为这些事情 那你为什么没有事后报告 市长 可以放任陈泽文这样胡说八道吗 报夥员千万不要用这样子的说法啦 我想陈校长他当年 他没有依法要事后报告也没有事前报备怎么 我不能这样讲 正风已经在调查我们先阶段 确实不已在这边我们卫审先判 什么卫审先判 我说他为什么没有事前报备 为什么没有事后报告嘛 好再请问中国文校长 你去做什么 你去通勤八八做什么 不是没有 那是刑事局 刚好那个时候是一大队吧 那个刚好有一些同仁表现不错 邀请我到那边 给他们打打气 所以我在下班 谁邀你去打打气 我记得是刑事局的一大队的 一个大队长 好那那个那是谁租的 大队长租的吗 我纯粹是因为 那一次是谁租的 我不认识我不知道 这部分我不了解 人家焦虑的题 单纯的一个餐会 人家邀你就去吗 是这样吗 因为那是一个餐会嘛 我想说是被同仁打打气 替他们加油 所以我才 那你这个行为你觉得适合吗 我并不认为不适合 你不认为不适合 那你有没有知道 那个地方 你适合去吗 纯粹是一个餐会 那这个餐会在里面像里面 那个地点你认为适合吗 你到现在还认为你适合 那个地点我也不晓得 像这个 这个罗马 到现在你如果再去 你还是认为适合 这些人我不认 如果你认为你上次去不适合 那显然你现在 还是会再去是不是 不会去 但是呢 那你认为你上次去适合 为什么说你不会再去 我并不了解 你再自己打脸自己嘛 好 市长 我们看到这个警政署的回文就是没有 陈哲文 的这个报备 然后到现在你们 内政部 也不公开说明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要拖这么久 到底是谁在帮陈哲文 跟这个中国文校长撑腰 各位报告 其实这一切都在正风的调查当中 那段于陈校长这个部分因为 他涉及到的结果 一定要报到行政院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公开呢 因为 现在 调查过程 我们内政部也没有权力 去对外公开啊 他刚刚还是说他去勤搜吗 那为什么要拖这么久 在护航什么呢 我真的不是说 你千万不要用这种方式 因为 终究正风 你这么久拖这么久 我们就会怀疑是在护航啊 为什么拖这么久呢 这个我现在 我真的没有办法 去回答 因为这就正风他的腾讯 我们即使当机关的首长 我们也没有办 没有权力去介入 这个我不能接受 那我们看 前立委黄国昌有揭露 陈卓 我们被拍到2017年出入 松情八八招待所 我想他对你们很客气 其实 2020年就有媒体报导 指出有高阶警官出入这个 信义区的这个八八会所 那这个招待所另外有一个名称 叫松情八八 所以刚刚这个中 中校长也讲了 这个显然是警戒高层 密集出入的一个场所 也不是一次两次 那请问次长 这样子 你们内政部对于这些高阶的警官 都是这么放纵吗 报员其实 或许了 现在因为媒体不断不断的披露 然后他的背景 这个地方 我都披露 你们到现在还不公布这个报告 就是你们一直一直在拖吗 不知道谁在护 你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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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大家了解这个地方 你告诉我报告什么时候会出来 这不是我的权力范围内 土牌酒 警政署就火速拔关记过 那相较之下 陈卓文你现在还站在这里 还稳坐这个警大校长 中国文校长也是 你看这样合理吗 陈校长你自己说 这样合理吗 陈哲文校长 请回答 这个 别人都火速拔关 你现在还可以安稳站在这里 这个照片很直接在赌博了 其实我没有要报 陈校长回答 你请大家回答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我的个案跟他个案不一样 他们就合理的火速被罚关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站在这里吗 这是赌博 很明显的画面 他们台北市他可以继续权责 他可以做他 谁要扛责任 如果你跟这个 现在徐部长 请假 是不是下台我也不清楚 还没正式公布 那次长你说现在 我们内政部谁要扛责任啊 我不是很了解 这么大的讽刺 这么大的这个 警戒高层 那这样怎么对下层的这个警 这些警察人员 报告 其实现在警戒组 对于各个第二层的同仁 都已经强烈的要求 好那我问你 这样的警戚败坏 这样的警戚败坏 你们难道不羞耻吗 我想这个部分 部长 次长你们不用扛责任吗 该扛的责任 我们绝对扛 我们绝对不会推卸 好那你要扛怎么责任 如果要我扛责任 我绝对不会推卸吗 好那你后面的成校长要不要扛责任啊 我觉得背后要调查 误网误众好不好 我要总委员误网误众 我们不要在这边来审判人家 这里是法院不是法院 好不好 市长再明确告诉我 内政部的这个 处理的报告 你这样绕绕不出答案啦 绕不出来啦 你也不敢讲 好谢谢主席 谢谢